大家好 黑一神话悟空在今天宣布 全平台的销售量累积超过了 一千万套 一千万套 你想啊 这个零售价200多 小300 销售额现在大概是 30亿人民币左右 这个成绩非常牛 非常牛 同时呢 全平台最高在线人数呢 是300万人 300万什么概念呢 你想啊 看西游记的时候呢 里边说 10万天兵天将 听说特别多 10万 特别牛是吧 都是精英啊 你想一想嘛 就是像 关羽 关尔爷什么的 这种等级的人 在人间呢 被封圣 去了天平 他也就是一个 天兵天将的 其中一个天兵 10万天兵天将 而你要玩第1章 序章时候呢 孙悟空 和二灯神 还有四大天王 对打 那10万天兵天将的 出来之后 平均呢 每个天兵天将 都要面对大概是 30个 七天大圣 是吧 猴子猴子猴 这个一个天兵 太可怜了 而他们的 创始人 CEO 冯继呢 也对 平台媒体表示呢 说很满意 很嗨 也很respect 也很尊重 这个成绩 冯继显呢 说这座山靠我 靠这个老哥 也许能爬300米 但绝对 绝对爬不出 现在的高度 6年来呢 赛我的身后 是所有啊 游戏科学同事 与合作伙伴的 不懈的努力 是各位玩家呢 近乎盲目的信任 与未衰竭的 鼓励更是呢 依托于祖国繁荣 稳定包容于远见 好吧 这非常会说话 虽然呢 这钱啊 这钱应该说是 赚大夫了啊 好吧 后边大概评论了一下 黑神话悟空呢 这个销售成绩啊 应该说非常牛 包括呢 非常知名的数据分析公司 Niko Partners 他的知名分析师 丹尼尔 埃哈迈德 在推特上面呢 转发了黑神话悟空 仅发售三天销量 破千万的这个动态啊 表示呢 这是游戏史 销售最快的游戏之一 相同时间段呢 超过了 埃尔登法环 这是魂系的 成名作之一啊 埃尔登法环 当然那天有人跟我说 这不是魂系啊 说更像是战神 那这还真不是 真不是 至少我玩 阿尔登法环里面的这个 难度啊 还有遭遇boss的频率啊 基本上跟黑神话悟空啊 是差不多的 同时呢也超过了 霍格伍兹之一 这是哈利波特的一个 续作嘛 不要续作啊 因为他的发展时间点呢 应该是在 哈利波特进入霍格伍兹之前 他大概呢 是这个 工业革命 之前的霍格伍兹 1800年设定嘛 1800什么时候呢 就是咱们还是大清啊 英国那一国呢 应该是维多利亚女王 我也忘了啊 不重要 然后呢 这哥们还表示过啊 说黑神话悟空啊 成功表明呢 中国游戏开发商已经具备啊 开发高质量3A游戏的能力 所以呢在全球游戏市场中啊 与西方游戏工作室呢 一较高下 这么说没问题啊 但我们还是这话 我其实在这方面呢 有点悲观 我老觉得 目前只能说呢 游戏科学 到了这个实例 但是其他公司呢 能不能不好说 什么时候出第二个游戏科学 对我觉得啊 那这看到 这个还行 前景不错 至少他们带动一批人 你想嘛 这个流量地球 牛不牛 牛 但是中国有多少人愿意拍科幻呢 还是很少啊 为啥呢 流量地球从第1步出来到现在 过了多长时间了 依旧没有多少人拍科幻 翻来覆去的 还是这个大刘的剧本 也没有人去写新的 中国科幻一说 就是大刘 刘苏清同志 你要走过来水电站 工程师 有点像孙悟空 属于说话 里突然蹦出来了一个 神仙级人物 然后其他的剧本呢 你去给资本 去看 他们觉得啊也不放心 我只 刘苏清的 其他剧本呢 你给我呢 我也拍不出来 我也不想投钱 因为投失败了 钱大水票了 游戏科学也一样 你跟现在资本去说 说你那投我 我这下一个游戏科学 可以没问题 但是你说他们有多少信心呢 而且第2部这种三叶游戏 如果你把这牛皮推出去了 那大家对你的期待就会非常高 其实压力也是更大的 当时呢 二龙法皇呀是首周 销量破了千万 上线18天之后呢 销量达到了1200万 霍格伍斯之仪呢 是在发售13天之后啊 销量破了1200万 战神5 首周销量呢 为510万 然后之狼 首周销量呢 为200万 而且这就是这个 对吧 在经历多次打折促销之后 于发售4年后 达到了1000万分的销售里程碑 那就是他比这个之狼 要成绩要好得多 之狼呢 是日本人做的 战神呢 对吧 这种什么 这都是欧美人做的 说明我们的成绩还是可以的 这个从销量来看呢 完全吊打了同期的同类的竞品 当然我不是很懂啊 为什么把佛格伍斯之仪放这 佛格伍斯之仪 并不是一个 这种战斗类为主的 他这个解谜啊 探索啊什么的 近千年呢 能和黑神话武功成绩比肩的 类似游戏有 比如说 赛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 发售3000的销量破了1000万 还有荒野大标课2 发售3000的销量是7 销售额是7.25亿美元 粗略估计呢 销量是1200万 这是都比黑神话武功要强大 或者说差不多的 然后呢 2019版的什么召唤 现代战争 三天销售额呢 为6亿 粗略估计呢 为1000万 说据河南广播电视台 民生频道大参考 蓝报道呢 说自从黑神话武功啊 上线爆火之后 电脑相关设备销量呢 也跟着一起暴增 相关话题 说一只猴子拯救了整个电脑市场 好吧 其实很多人吧 我想玩 他吧 我电脑不行了 其实他破圈了嘛 很多人他不想玩游戏 中国那么牛的游戏 大家都玩了 看着也还不错 一般我也玩吧 一玩哟 电脑不行 我得换显卡换cpu 得了 是不是那就一下这个销量带下来了 然后像当地的 郑州 电脑市场 商家合不拢嘴 说我们这几天的销量已经彻底翻倍了 因为这个游戏呢 对显卡要求比较高 一张显卡3000 好那比我都贵啊 我显卡的2000多 一台电脑平均下来 就是6000以上 甚至呢 10000以上 黑神话悟空呢 对吧 促进了不少老玩家 对设备进行升级 然后看知乎评论呢 虽然我也觉得啊 黑神话悟空的奇迹呢 不可能被复制 各种天时 地利 人和 但是他至少证明啊 国内单机市场 是一个千万用户级别市场 证明了呢 国内玩家的购买力啊 可以支撑一部用心制作的3a单机 还能赚大钱 证明了许多人口中啊 国内没有单机市场 国内做单机不赚钱的这个理论呢 彻底破产 就是要做好了 对吧 什么都到位了 宣传也配合 质量也ok 那中国的玩家是能买账的 你看这个 有人他就说了嘛 他说有人把像我吧 把黑神话和流浪地球来相比啊 小看了 流浪地球呢 可没证明中国电视市场的容量啊 远超想象 这也倒是事实 流浪地球呢 基本上还说呢 是赚了不少钱 但是也指大家的认知范围之内 就是他的销 他这个票房啊 确实很牛 但是也只是说中国自己国内制造的顶尖大作 差不多这个水平 他证明指出呢 中国人是消费的起啊 这个科幻电影 然后呢 中国的这个科幻电影呢也能制作出这个水平的作品 但是呢 黑神话悟空他是什么呢 他是说哎 我都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人啊 愿意为一个国产单机游戏偷钱 我好能掏出这个1000万份太牛了啊 你要中国十四亿人1000万份啊 这个比例 一下等于哩全世界了 全世界最卖最好的游戏 对吧 我们跟他是一个量极大啊 我们一个人就都会撑起一整片世界级的市场 这个规模 这未来呀是不是 那好多人这个 外国开发商 他得会 有个好处 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 哎呦中国人原来这么大购买力对吧哎呦做一个黑神话悟空啊 国产这个游戏 中国人口中的啊国产游戏啊国产背景啊 只要做的好中国玩家能买账 那要不然咱也做一个吧对吧 咱做一个三国的啊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什么水火 我也做好了啊 是不是中国玩家也买账 他也能为我掏出一个1000万来 对吧而且呢 我们是国外开发商啊 对不对然后做完这游戏之后 我们不止啊 说能在这个中国卖啊 我们在这个国际市场也能卖啊 你信不信吗 就肯定有人会因为黑神话悟空的 这次成功 开始特别重视中国市场啊 甚至把一些战略目标转移 我只要把中国人填好了 填得舒坦了 那到时候那个 不但有1000万2000万都有可能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未来可惜啊未来可惜 然后呢游戏科学也说嘛 说这个明年啊 推出DLC 有人评论流浪地球说提到流浪地球啊 要说一句流浪地球啊 确实很可能啊 打开中国客观市场的 但后来呢杀出来的满江红热辣滚烫等 小成本电影呢 取得的成功不比流浪地球差 藤本筹入呢却还有D 这才把中国整个电影界给带偏了啊 你说这俩应该是喜庆电影啊 咱们不了解 但资本啊门清 这个有点说实话啊 满江红热辣滚烫我都看了 满江红呢怎么说呢 质量不错还可以啊 热辣滚烫呢 我知道很多呀这个烦女权的人他是不看的 但是我 是个理中客 哪怕说呢我很讨厌女权主义的很多东西 热辣滚烫我也看了 确实质量还是不错的 作为娱乐电影都没问题 你说老百姓看哪里图个啥 他都图个开心嘛 你不能说上价值 上价值有价值我就看 价值我就不看 那我看一开心它也是价值 这有跟好多人说啊你说你做手机开发的 你都不自研芯片 你累不累啊 这么多手机商商都自研芯片 对吧 那华为自研芯片他是被逼的呀 说的好像 你不自研芯片 你就别搞什么手机 你就别当手机开发商 你把市场都让回来 都让给华为 你看他一套流氓逻辑 这个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 赚钱不寒碜啊 中国需要流浪地球 中国也需要像满江湖啊 还有这个热辣滚烫 还挺支持 胡杨舔说一眼就是小成本 几个场景一转 除了演员费用其余成本极低 至于说这个宣发什么的不知道怎么花钱了啊 那你说啊 就是 科幻电影肯定是重资产 为什么他需要特效 那你说对不对 二女说法 咱别拍这古装剧了 对不对那你说我拍什么 什么 雍正王朝 什么 反正各种各样的什么 抗其维夫斯网记 那是不是也低成本呀没有必要啊 因为流浪地球是科幻是重资 重资产重资本 高成本 然后你就说你所有对你按照这个方式来比较 你卷你妈呢对吧何必呢 有人说吗从今以后谁敢嘲笑啊国内单机玩家购买力 出去国内呀那80%的份额纯海外部分也要200万了 有这么多吗 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销量止不住 为啥呢 国外玩家很多人 这么高 销量登顶了 那我也买点吧 这部分他会觉得就是他会因为你的销量越高 反而越高 很多人会好奇 也蛮的很多主播会播那千万怎么自己播一播对不对那很多人看哎呦这游戏看来是不错要不然我也试试吧 这会更倒是啥呢 很多国外的这个主播我看了他们看不懂那汉话啊尤其是日本玩家 日本玩家你说那里边呢那好多能用这个中文就用中文了他没有评价名 就类随拼音嘛那日本玩家苦鼻呵呵的哟 然后平时不会读啊文化高点的能读出来文化不高的他真的不懂啊因为日本里边有这个汉字很多嘛 有人就想奥扫牛逼啊 可算是整回你们了 因为都是我们看你们的什么只狼啊这个哪个的啊现在先体会一下咱们的啊这个牛逼之处啊 看你们吃鱼非常爽啊 等于需要他们了解咱们的文化了嘛 好今天新闻出场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 推荐一切三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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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